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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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飄和不停 是存在天邊雲海 找不到路徑去崇拜 不帶澎湃 不帶悲哀 而我是大海之中長洋的船 在海上出著迷的未來 遠方身影在母海 I will follow you through the night 是大海的地平線 衝破所有的外海 survive Get in the dark Be in the light I will shine 你不要總是逃避好吧 逃避就是讓事情越來越嚴重 那你就不要跟我提那個阮曼君 我勸你 她是趁早死了這條心 如果您非要這麼做 那就讓我離開同事吧 你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為了那個歐菲 已經把你爸爸氣死了 難道你為了軟曼君 還想把我氣死嗎 大姐知道這三年 我是怎麼過來的嗎 你是在懲罰我對嗎 你是想讓我對生活絕望是嗎 不是 我是擔心你像你爸爸一樣感情用事 我怕你有一天會後悔 好了 我們先不說軟曼君這個人怎麼樣 可他現在在鍾立套的公司上班 我告訴你 他早晚會成為鍾甲對付我們同家的一把劍 如果您是因為這個的話 我讓他辭職 您可以不要再感受我們的感情了嗎 那你讓他先離開靜貨 再來和我談條件 風光不會傻到自己去出面吧 可是突然出現了新客戶 東轉搖必定會更加親善 別再伸他氣憾 有人能讓他願意相信他 養了那麼久了 總該發揮點用處 外公 這事跟軟曼君沒有關係 咱們能不能別把他給繳進來 從一開始就是你把他繳進來的嗎 九會那天你別忘了 是你讓老林 給馮博文發的照片 請別傷害他 我想其他的辦法 林田 林田 我如果知道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天那場九會 我就應該帶軟曼君走 我哪怕被佟周遙認出來 毀了外公的計劃 我無所謂我不在乎 但是如果现在 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文章 如果现在 是你从童主要面前 把他挽回来呢 只要你让他和你在一起 他就不得不站在童主要的对面 不是吗 先别忙了 吃点水果吧 好吃 吃个 好吃吗 好甜啊 文章 你说如果 有一天金河和同事成为了竞争对手 你会对我手下留情吗 不会成为对手的 因为你是我爱的呢 你知道吗 我都想放开手上的一切 带你去到国外的广场上放鸽子 我们一起喂他食物 我们一起喂他食物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 你想要跟我过那样的生活吗 你想要跟我过那样的生活吗 当然想啊 我可以去给鸽子送外卖 来来来来 我先喂喂你啊 但是如果我让你为了我 放弃你现在的工作 你愿意吗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卓阳 你知道吗 遇见你的那天我失去了一切 学业 事业 爱情 什么都没有了 你到底还是不相信我呀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我自己 不能说我跟你在一起以后 就什么都不让我做了 那我不成废人了 我需要工作 我需要有安全感 我需要理直气壮的这样子 我需要理直气壮的这样子 说得非常好 再奖励你一个 讨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只要你让他和你在一起 他就不得不站在童春亚的对面 不是吗 帮忙 这些是公司的客户资料 陈经理让准备出来一份合作意向 估计要加个班 当然 可以拿回家做 可以 当然可以啊 免费助理可不想失业 算了 当我没说过 对不起 我自己来了 算了 当我没说 今年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好 谢谢 交给我来做吧 只要让他和你并肩站在一起 他就不可不在童春亚的对面 不是吗 现在 就是你从童春亚手中挽回他的机会 对不起 我就是辞个职嘛 多大的事啊 要去那儿不方便 让他来找我 钱多活少 肯定给你照顾好 就是因为这样 我更不可能让他去你一边 你想如果他跟我在一起的话 连这点安全感都没用 那我心里会更不好扯 谁让你妈总跟你出难题啊 他是故意的 他是想让曼君知难而退 可是现在曼君 毕竟在中立套公司 还是怕我被利用 这点我可以理解 可惜啊 那谁理解你呢 你说我早听你的多好 他就不会躺进这趟浑水里来 你还好意思提当初 我看你啊 你就是自己瞎折腾 你说好端端的 你把阮文君赶送出公司 现在好了吧 祈苦难下了吧 左右为难了吧 没想到你这中文说得比英文还溜 你先别转于话题 其实可以商量商量 大不了他把法务再拉回来啊 当初你让阮曼君进法务 他自己也是愿意取得对吧 他的老师把他推荐给我做助手 协助我打一个特别复杂的官司 因为有他 案件进行得很顺利 我当时想收他为图 把他留在郑青 可惜啊 你程叔叔我照样被人拒绝 他说要帮他男朋友打理公司 等研究生毕业之后 再考虑个人的工作问题 你可以啊你 公司我出啊 您只要帮我给他安排一个适合的职位 这不可能 他连资格证都没有 怎么当律师啊 你让他来我这儿工作 你说他能干什么 我总不能让他扫地擦桌子吧 可是您之前不认可他的工作能力吗 大不了不出庭 不做案子 您给他一个普通的法务所总可以了 一个律所 我靠的就是信任 是 我们无法证明网上的真理 即便是假的 他总不能每见一个客户 就诚情一遍事实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能给客户带来足够的信任 如果我让他去你们同事做法务 你能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啊 只要你可以安排合理 让他只为我工作 周遥啊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如果让人知道 我们律所雇佣了这样的房屋 那你程叔叔我 多年苦行经营的 这点信誉可救 你真是难为我呀 你慢点慢点给你擦擦啊 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 非要上班时候把我叫不住 我跟你说 你那个班 可千万别再去上了 赶紧辞职吧 是周遥叫你来的吧 佟卓遥 那个人就是打碎牙 往肚子里吞的人 我知道他很为难 但是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你们公司幕后老板是谁吗 是钟立涛 不可能啊 公司合同上写的企业 反正根本就不是他 再说 我也没有听公司人提起过 你听谁说的 我还不是为了你 把袁哲明灌醉了 从他嘴里给套出来的 你想想看啊 就你在钟立涛公司工作这一条 黄太后就可以把你咔嚓了 更何况佟卓遥还不管不顾地 帮你签了合同 那可是帮钟立涛公司签的合同呀 你说这黄太后知道了 能不住地医院吗 难怪说让我辞职的情况 那么小心翼翼的 还不是为了你 那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感呀 你说如果有一天 金河和同事成为了经典对手 你会对我手下留情呢 不会成为对手的 因为你是我爱的呢 要是如果我让你为了我 放弃你现在的工作 你愿意吗 说明君 你看着我 我告诉你 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 我都不允许你跟我分开 知道吗 辞职就辞职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不了送外卖啊 走 我等一下还有个会要开 要不你去车里等我一起来 好 我决定辞职了 我想明白了 不能用别人犯过的出来一场白衣 就对我们不公平 就是想说 赵先生 谢谢你爱我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选拼 好了 快去忙吧 可是我熟悉的女孩 好吧 我等你 等我啊 我爱你 我爱你 喂 靳姐 受伤了 好 马上过来 怎么好端端的 突然变成这样了 我看看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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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不小心 现在 医生说没什么事 就是活动有点不方便 所以这不是再请你过来 帮我 帮我签几个合同 我可能 帮不了这个忙 我今天 刚辞职了 因为我吗 当然不是 这样吧 我辞职 好吗 因为你好不容易进了市场部 你不能就这么放弃 不能 是我自己的原因境界 你知道吗 这个月月初我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所以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到了月底公司考核 我残而然就会被改除了 你也就自然看不到我了 我会消失的 不用这样 行 行 不说这样 那你能在辞职之前帮我这个忙吗 算了 当我没说过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月初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注意当这么多的工作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是你一直在我身边帮着我 现在遇到困难了 我也不能走开啊 对不起啊 金姐 也好不容易帮我证据到的工作 我也没有好好珍惜反而 还有辞职 这算是我 ,能帮你做的一点小事吧 也让我心里 能够好受一点 不管发生什么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希望每天能看见开心的你 谢谢 谢谢你 我去工作了,好好休息啊 谢谢 那要有什么事 再给我打电话吧 好 拜拜 谢谢 林叔 跟陈经理说一下 那封辞职信就当没收到 对,还有 别忘了告诉外公 我该做的事我一定会做的 那唯一的条件 让完全不能离开金河 谢谢 谢谢你 幼稚 他以为他在和谁谈条件 要不我都尽快打个招呼再拖一阵子 咱把事情办成了 再放他 你也糊涂了吗 他这么拼命地要转进市场 他怎么会突然辞职啊 肯定是佟众谣察觉了什么 但是目前来看 佟众谣还是签了合同 阮曼君还是发挥了作用 进阶的办法也是有用的 如果我们不答应他 我担心 我也担心他一时想得清楚 再耽误了事情 等他把该做的做完再说吧 好吧 谢谢 过几天辞职可 辞职的是 晚上回家吃饭吧 好 好 不是吧 你们快看新闻 同事出售低劣钢材 残库被查封了 你好 请问同事出售 请同事出售小 同事出售小 我站在外边 空口无凭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 有什么意义吗 可咱们是被冤枉了呀 我当然知道被冤枉了 不是都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了吗 下面的人都在会议室等您开会 我现在没有空跟他们吵架 对外公告 同事从现在开始停止所有的对外业务 彻底彻查这一批钢材的问题 你要尽快帮我查清楚 刚才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啊 我们一旦开工 就不能给任何人留下质疑的机会 知道了 我能不着急吗 我先不跟您说了 观众朋友 同事集团劣质钢材事件 持续发酵 究竟内情如何 本台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同事员工 请看报告 据建筑工人向质检部门举报 同事集团在建大厦时所使用的钢材 皆有质量问题 经用光部门核查以后 确实是不合格钢材 好 多多 你赶紧帮我给袁振铭打个电话吧 我给周老打电话他也不接 给他发信息 他只跟我回没事 发生这么大事情怎么可能没事呢 他肯定是怕我担心 所以才什么都不跟我说的 我跟袁振铭约法三章 这第一条就是不过问 关于工作的任何事情 再说了 你却能帮上什么忙呢 你还是好好想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有辞职的事吧 我给他打电话 就是想说这件事的 谁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现在跟他说 不是给添乱吗 我就想也不差这几天 过几天再说吧 也是 出公告了 糟了 真的出大事了 不行 我去趟同事 你别去啊 疯了吗 这个时候去同事 皇太后没准就在佟卓妖身边 你这自己不是送上门吗 吴奶奶 我怕了你了 我给袁正明打电话啊 喂 那个 我看了新闻 同事好像出事了 你又帮不上忙 我现在正开会呢 听到了吧 我先回公司了 阿姨 您先别着急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问题的刚才从哪儿来的 你查清楚了吗 我已经在查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 您就别跟着担心了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啊 公司这个时候 资金本来就紧张了 要是查出来真的有问题 你现在这种情况 你拿什么缓啊 还有那些正在进行的项目 要是真的确认 咱们公司出的祸有问题 谁还跟你合作呀 到时候资金链断了 同事就完了 阿姨 您先别着急 不如我让我爸跟他们谈谈 他们合作那么多年 应该会给面子的 太好了 洁白 那先听我 不用了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影响难免越大了 我们愿意应该给所有人 一个公开的结果 如果在这个时候私下打点 只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有问题 到了那个时候 才真的没有人愿意跟同事合作 可是调查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他们刚好可以找 其他的公司合作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洪业可以担保同事 至少可以让他们吃乎乱忘的态度 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调查清楚这件事情 同事的问题 我自己可以解决 洁白说得有道理啊 你不要一意不形 洁白 那就先替我谢谢你爸爸 你什么态度啊 如果你非要什么事情都干涉到我 你干吗非要爸爸留在公司呢 你还不需要什么事 您是不是怀疑 故意有人安排这批钢材进出 然后包围机车 这么短时间 从公司到记者一切都刚刚好 肯定是花了大价钱 这批有问题的刚才都是山洋台进来的 最后进来 就是最早出购 我们是印尼这批 作为同事集团的议员 请问您对同事使用伪劣刚才也是怎么看的 上面的领导反复强调要节约 做建筑的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节约就是脱工减量 虽然有安全有害 但下面的也只能造作了 谢谢 作为同事集团的议员 请问您对同事使用伪劣刚才也是怎么看的 丧城领导反复强调要节俭 做建筑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节俭就是偷工减量 虽然知道有安全隐患 但下面的人只能照办 喂 喂 周阳 同事是被陷害的 新闻有问题 我已经知道了 我等一下还要回趟公司 你就别等我了 喂 你说 不管怎么样 我都相信你 我知道了 挂了 走吧 这批钢财本来就是给姓彤的准备了 当初给他低价不收 现在躺在他仓库里 还了给我高价 你说这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你能把同事那个经历给管好吗 让他别乱说谎 你能把同事吗 他吃了我那么多回口 堵得住他的嘴 再说了 证据在我手上 他不敢乱说 到时我怎么也没想明白 你用什么办法 让这姓彤的把合同捡了 事情我是不是已经给做到了 多分我十个点了呗 多分我十个点了呗 我要钱 没毛病 反正都是那姓彤的出钱 明儿我就打给你 我给你 你喝吧 喝不了酒 你随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这样待在我身边吗 才不要让任何人利用你 伤害我 什么时候回来呢 那是不是等了好久啊 我累了 我们睡吧 我还有话跟你说 等一下 我先给你唱完套 我先给你一支 我都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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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看看付款比例还有交汇时间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赶紧找您签合同吧 这倒没什么问题 关键是 我说对不起你 出了点小状况 许总出差了 去新加坡了 可能过两天回来 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 助理上午告诉我的 现在应该在飞机上 那 走几天啊 最多三五天吧 我觉得 没关系 如果你着急的话 我来 好吗 没关系 也不差一三五天了 等到回来 再把事情办好吧 等我还在说什么呢 答案不先谢呗 等我腿好了 我认你差一件 行 那你这两条腿呢 就是我的了 先好好帮我养去 坐着你了 我先好好工作 喝喝 爸 喝茶 你按摩一下 无师献殷勤 这没好事 您怎么这么熟呀 我自己的女儿 我闭着眼都知道 你琢磨什么呢 什么时候帮你给你 那你就给他吧 帮还是不帮 这帮和不帮 你总得给我一个礼物吧 因为他是我爱的人啊 你好歹也是一个 商校的优秀业生 这怎么 怎么说起话来 一点等价交换的意识 都没有啊 我现在跟您谈的是感情 不是商业谈判 好吧 既然你想得到 那你就得经营规划 现在就是个机会 有需求才有市场 现在通常要有需求 你就应该很好地把握市场 我不怕他损失 我怕他损失的不够多 他摔得有多惨 爸爸都往哪里帮他 只有在他摔得足够惨的时候 他才能真正地意识到 你对他的重大心 好好想想吧 谢谢 拜拜 晚饭就两条腿 好好养生啊 拜拜 但许总 是我 合同的事不好意思啊 可能还得拖两点 到时候我联系您 谢谢 老弟啊 这次实在是对不住了 我知道很让你为难 但依照同事这么多年的信誉 应该值得你再等一段时间 不是我不信任你 可公司这么大的项目 已经开工 这等一天就是上百万 我也要和股东们交代的 你就别让哥哥为难 下一次 下一次咱们再合作 你开价我保证不还价 你看可以吧 李总 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真的是很有趣 那就这样吧 怎么说好了 下一次 好 告辞 慢走 彤彤 这已经是拒绝咱们的第三点了 要不咱们再争取一下 别人家一说不行 咱们就撤啊 做生意最终的目的 大家都是为了盈利的 只能怪咱们出事的时间不对 还是尽快查清楚 实在不行 咱只能找侯爷帮忙了 从来就没有这个选择 看看怎么干什么 我爸 不能再等了 你赶紧给杰白打个电话 让他跟他爸爸好好说说 这种时候 能帮忙呢也只有自己人 出了事情你从来都不会想 怎么去尽快解决 永远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除了我 谁是自己的 你不打我打 我亲自打给老叶 我就跟他说 他女婿求他帮忙 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叶总 对不起 叶总正在开会 结束以后回复您 你看看 你自己好好看看 要不是你整天这副冷冰冰的样子 他能这样啊 你要是听我的话 结封那天就和杰白把关系定下来 我告诉你 他现在都主动找上门来帮你 我何至于还被别人划电话 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杰白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 跟我有关系的人他只能是软版权 你他们的兴得 他很喜欢我们的 besten 你唇赛 不是我们居良吗 reden 风雨的心里 风景在更迷人清晰 沿途中最美的场景 是我们遇见彼此 像你的呼吸渗透心底 想念都折服在深夜里 每一次的触及 为爱留下痕迹 最亲爱的你 在心里命中注定是你 多远的距离 爱所有随心 Oh the feelings Oh my love be for you 最亲爱的你 我确定 要勇敢不放弃 哪怕我们 与全世界为敌 Wherever you go Whenever you go We'll be with you 天涯海角 不让你 不让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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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